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緊接著他接見了川普 然後又到APEC去 你知道他在APEC講話的時候 他跟川普兩個間隔15分鐘 結果你知道 習近平獲得的掌聲 是比川普還要更大 他在APEC的聲勢 是壓過了川普 所以他覺得說 我這樣子的一個地位 我在亞洲可以說是一哥 我是亞太之王嗎 所以19大之後 他們照慣例就是過去 他在19大結束之後 他要派出一個特使 到跟我友好的共產國家 去宣布說 我這次19大的任何的成果 所以又請了宋濤 然後代表他去這個任何共產國家 他去兩個 之前去了兩個國家 一個去了老挝 就是遼國 然後又去了越南 去了遼國跟越南 都是獲得最高的領域 遼國跟越南的這個總書記 越南總書記軟負重 甚至他沒有參加APEC 他還來接見宋濤 因為你代表著習近平 你代表著習近平的話 我就給你最高規格待遇 好 結果結束這兩個國家之後 飛到這個平壇去之後 完全面臨到不一樣的這個局面 他就說 照理說 我應該見到你們的總書記 也就是說這個金正恩 但是金正恩 不好意思 不出來 金正恩 不出來 就是不出來 他就 不見人 就是不見人 他就因事 他就說我有事 不能夠見這個送他不好意思 他派出誰 派出勞動黨的中央政治局的 副委員長崔龍海來接見 對 找他二把手出來 對 二把手出來 那這件事情 其實習近平已經隱隱的不開心 但還不只這樣 他 我們知道 中國都說有一句話 遠來是客 至少要一杯熱茶招待人家 結果你看 他這個會談的場合裡面 中國跟這個朝鮮代表 各做一邊的時候 你看上面一杯水都沒有 水都不給你喝 連最基本的接待禮儀都不給你 也就是說什麼 他狠狠打了習近平一個耳光 你今天這樣的討論過程 你就算中間發現了水沒有 總要上吧 結果整個會議過程裡面 完全沒有招待人員 完全沒有提供任何的茶碎 而且聽說送到這次 有說我要看什麼地方 北韓不安排就是不安排 所以等於是說不但冷落你 而且我還不讓你想去的地方 所以這樣回來之後 那習近平真的就是說 我都忍讓你這麼久了 我們不去還有這個兄弟之幫 那你對我這樣子不客氣的話 那我也要對你開始不客氣 9月21號 你知道當時 因為美國前一天才宣布說 北韓是所謂的恐怖國家 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 所以從9月21號晚上 他就宣布說國航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 飛往北京的航班已經停止了 這個對平壤來說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如果包括台灣人 日本人很多人要去平壤的話 都要從北京進去 結果他這個斷掉之後 等於是斷掉很多 可能去平壤觀光的人潮 都完全沒辦法去 油路線把你砍掉了 對 還不只這樣 好 那這是之前的命令 那10月初的時候 因為當時的川普 要來這個中國大陸訪問 所以10月初他就公布一個命令說 禁止對朝鮮出口 包括說油還有天然氣 這件事情已經讓這個金小胖 非常不爽 把油跟天然氣給灌掉了 所以聽說金小胖這一次 跟這個也算是跟習近平讀氣 他在這個送到要來之前 他有跟這個中方就說 如果你們願意把這個天然氣跟石油 送到我們這個過來的話 或許金正恩願意漸漸送到 但是中國大陸沒有鬆口 習近平就是不給你 就是不給你 好 不給你的話 那當然他就賞習近平一個耳光 好 現在習近平被賞了一個耳光之後 他現在有兩個最新的動作 兩個最新的動作是什麼 過去我們知道說在平壤的 在北韓的新義中 跟中國的丹東四區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叫做橫跨 這個壓綠漿叫做中朝友宜大橋 這個 對 就是這座橋 橫跨壓綠漿 對 這座橋 過去可以說是北韓的經濟命脈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新義中 新義中跟丹東的這個貿易 大概占整個北韓 對外出口貿易的70% 也就是說這個橋封掉之後 兩邊的貿易量沒有 兩邊貿易量沒有 70%的貿易量沒了 現在北韓境內你知道 已經出現什麼狀況 衛生紙 沒有衛生紙 很多民生物品 什麼牙膏 牙塞 什麼完全都沒有 因為過去都是從中國大陸輸進 你要進口的東西都沒了 他現在把這條道路一截斷之後 現在很多民生物品 現在已經沒辦法進到中國大陸 沒辦法進到這個朝鮮去 那還不只這個動作 他現在還對海運痛下毒手 什麼叫海運痛下毒手 這個之前其實美國曾經點名過 大連有一家公司 叫做聯名傳入這些公司 他說這家傳入公司 過去跟這個平壤之間 有非常大的這個業務往來 你把他走私 很多東西都是透過這家公司 運到這個平壤進去 美國之前都一直要求說 中國大陸你對這家 要處理 要處理 中國大陸都一直不處理 因為等於是有一點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個狀況 但是好 你現在不讓我 宋濤見不到金正恩說 我也對你不客氣 這家公司在最近 也就是說宋濤回來之後 他馬上這家公司 就被人家逮捕了 負責任中國大陸的官方 然後馬上就進去這個 他的這個總處裡面 不僅要逮捕 就說你即日起 這個船 不准再跑到平壤附近去 也就是現在的壓綠江的大橋 你不能走了 你就在想走底下的海運 我也不讓你走了 我完全斷決 你對外的聯通廣道 對 現在對北韓會造成多大的影響 對 還不只這樣 因為之前美國 還有點名過一個丹東銀行 那丹東銀行的話 其實之前人家都說 這個丹東銀行 背後就是中國最大的中國銀行 聽說現在丹東銀行 也完全就是禁止這個 完全把資金凍結住了 資金也不跟你也往回了 現在等於北韓的狀況是什麼 要錢沒錢 要東西沒有東西 要有沒有 要天然氣沒有天然氣 整個全部都被這個 中國大法給斷了他的手腳 連他們這個民間 這什麼 民間都出現打架 保證人家 現在9月跟10月往來在北韓 跟中國之間的這個貿易商 你知道 因為他們運到這個北韓境內去 沒想到 北韓的官方就說 我要檢查這個東西 以前不檢查的 以前不檢查 結果沒想到 因為現在關係不好 結果沒想到 雙方就一言不合 一言不合就打起來 打起來之後你知道 北韓居然做了一件事情 他們的警方居然對這個 中國的傷人就開槍 開槍不說 居然就把他打死 打死了兩個人 這件事情 讓中國大法也非常不爽 就說你要給我處理這件事情 但到這件事情 中國大法要求北韓處理 北韓到現在為止 沒有給人任何的答覆 所以中國跟北韓的關係 真的很糟 已經糟到這樣 比我想像都還糟 對 這個到底對北韓 影響到底多大 我們看到說 事實上從中國大法 在10月初宣布被禁止 送石油進去 現在人家就預估 因為北韓的冬天其實非常冷 包括他們用天然氣去燃燒 整個暖氣的這個系統 現在整個北韓境內 聽說他們的天然氣 價格已經漲了三四倍以上 石油也是一樣 都是大幅的飆漲 沒有油沒有氣 他們只能靠過去的一些儲備 在用 可是你知道他們整個北韓的儲備 大概只有七天左右 這麼差 所以現在整個北韓 都是省著用 省著用 省著再用 你知道嗎 根據他們自己的預估 如果這個狀況再下去的話 你知道 目前在北韓的 一般的家庭裡面的話 一天大概只能夠用到 三四小時的電 因為它現在變成是輪流供電 你只能輪流一個區 一天24小時 你只有三個小時沒用 三個小時可以供電 你說現在包括說像這個北 這個平壤境內的 包括都戰車或是說戰機 目前是怎樣 聽說現在是都要節省的用 節省 因為如果再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他們搞不好有一天 飛了出去回不來 所以你說當中國把石油 煎燃器給封掉了以後 北韓不要打造 你這樣都不能打了 所以現在的話 現在大家都在擔心說 那這個金正恩 到底他會出怎樣一步呢 那金正恩呢 他為什麼不見了 對 金正恩在這段時間 就送他到這個平壤訪問的時候 他有釋出個照片 他說現在他也不是沒事幹 他有出去做事 他有什麼 他到北韓的這個 一個勝利汽車公司 他去那邊視察 北韓有汽車公司 他們自己國營的這個企業公司 這個是從這個 他父親 他祖父時代 就開始要做了 北韓自己民族的品牌 他說我去視察這個 你看這照片裡面 還有他跟這個工人在那邊說 我們這個生產的東西 怎麼樣怎麼樣的照片 他還在這個所謂 這個教育整個車隊的時候 還在那邊開心的大笑 他就說其實他是關心 北韓的民族工業 所以他沒有空可以見宋濤 所以我寧可看汽車 也不要見宋濤 對 那現在 因為他從之前 這個畫面公布之後 他已經消失了好幾天 消失了好幾天之後 金小胖消失了 對 現在外媒就開始擔心 因為過去就過去的例子 他只要消失一段時間 通常後面就會發生大事情 真的假的 2013年的時候 他當時有一段時間 11月30號到這個 12月12號不在 不在之後 結果寶傑你知道 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嗎 發生什麼事 他的這個孤父張承者 馬上就被處決了 另外一個 2016年的這個 7月16號到7月23號 他也有不在 他也曾經不在 不在之後 他後來出現了之後 他們的參謀總長李英浩 馬上也就被處決了 另外一個就是 他在2016年到 4月25號到5月5號的當時 他那時候也消失了一段時間 出來之後 馬上就被擁立成 正式的領導人 也就是說過去 他只要不在的時間 他都是在破壞很多事情 他這一次也是不在了很久 所以現在很多人就擔心說 他會不會在密謀要搞 第七次更大規模的核指示法 他還要搞核指示法 他之前也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所以現在大家開始要擔心說 他是不是這樣做了 這個事情也的確不是空穴來風 因為日本一直在緊盯著 這個北韓的一舉一動 他們就說 最近他們從北韓的境內 有偵測到 懷疑很可疑的這種電子電波 不知道是什麼樣 他懷疑說 搞不好他是在進行這種 核四報的這個準備 所以你看 他已經消失了這麼多天 現在大家都在等說 現在中國對你整個 已經對你痛下毒手 制裁你之後 那競爭人接下來要出什麼牌 好 那上下 剛剛講的 中國跟北韓的關係 過去一直覺得撲朔迷離 因為他們是雪蒙的關係 你看很多人認為說 中國不可能放著北韓不管 但沒有想到 習近平現在對北韓真的是 步步殺招 但這還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習近平居然把他做兩性任的 71集團軍 78集團軍 現在都在進行軍演 似乎要逼向北韓 他不再是軍演 而且這個軍演就代表說 他隨時在24小時之內 可以處理掉金正恩和北韓的軍隊 他在克爾青那邊 不是舉行了78軍的 叫做嚴寒2017 零下17度 所有的部隊 那為什麼要送克爾青 因為克爾青的外號 就叫做弓箭手 是陳吉思汗命名的地方 這個地方叫弓箭手 叫做一把箭 直接要射到北韓那邊去 然後他送去之後 他的軍演項目是 整個空降部隊 用運輸機直接過去 空降下去之後 直接佔領一個機場 機場完畢之後 運輸機下去之後 T-99坦克 直接從運輸機裡面開出來 然後叫做要兵不離安 卸甲馬不離安 立刻進行作戰 所以他是攻擊態勢 他是一個攻擊態勢 而且最重要是說 而且他這個攻擊態勢 過去是我們看到 最多是奪島戰爭 不是 這是一個平原作戰的攻擊態勢 而且是千里投送 這目的是什麼 最要看的是 他在整個演習裡面 出來的畫面 除了這些冰天選機裡面開槍 坦克在那邊射擊之外 他有很多電子設備 一直在旋轉 一直在旋轉 因為保夾這次的演習裡面 最重要就是 一個反電池 電池干擾戰的演習 他那個一直旋轉就是 他都是把你裡面 很多電池的裝甲車 直接送了過去了 送過去幹嘛 你北韓不是有200萬的大軍嗎 我電池干擾過去之後 我要他們講的 讓你的通訊完全斷絕 讓你的聯絡完全失聯 這樣子的話 200萬大軍 其實在北韓的大地裡面 是攤在那邊的 是 你彼此之間 手尾不相連 手尾不能呼應 我就一一的把你們給殲滅下來 所以他這個78軍的一個演習 就像一把弓箭一樣 我第一箭 是直接打到你北韓的大地裡面去 然後接下來 他同時就進行了71軍的一個演習 71軍 71軍是中共建軍改戰後以後的第一軍 是最強悍的一個部隊 他上次在朱日和軍演完畢的時候 金小胖不是清淡嗎 對 習近平很火的時候 他就派出71軍 五天四夜 奔襲2000公里 到達GDN之後 一個小時內 全部上了陣地 代表就是他的一個集結的 作戰能力 他是成功不用休息的 而這次他就接著加碼軍也是 到達陣地之後 10分鐘立刻開戰 所以你看他的軍演裡面是 他這些東西 坦克大炮開到陣地以後 10分鐘之內 你必須給我打出第一炮 然後你又看到整個火炮連射 一直打得出去 這個就是代表說 我78軍過去像弓箭一樣 癱瘓你的所有部隊之後 我71軍就直接壓了過來了 所以這兩個地方 其實是有互相呼應的感覺 但是一個互相呼應 前後拳 一旦要打向的 而他的整個設計的目的 通通是在朝鮮的邊境 就是告訴你說 我朝鮮 我就是要這樣子打你 而且還加一個軍演是 24小時裡面你不間斷 所以你看到沒有 夜間的時候 我照樣攻擊你 我照樣打你 因為夜戰其實是一個 很難的一個技術 夜戰很難 因為你身手不見屋子 對 差的是71軍 在這個訓練就是 我10分鐘看到陣地 已經是半夜了 我立刻開炮 而且要急動陣地 你看到沒有炮火 就一直打下去 所以他是一個日夜監權的戰爭 日夜監權 所以他就告訴你說 我到時候就是78軍 像弓箭一樣的 直接射穿你 癱瘓你所有部隊的通聯 我的71軍 99坦克 就全部都壓過來 24小時裡面 到達陣地 10分鐘就發炮 而且我24小時不間斷 因為我最了解你北韓 我讓你金正恩 沒有機會逃竄 直接把你給殲滅掉 就是徹底的一個 平原式的大作戰 而且是嚴寒環境裡面的 平原大作戰 然後曾和金正恩這裡面 還同時碰到的是 南北兩面 左右兩面 同時被夾擊了 因為美國也過來了 因為美國也過來了 川普他現在 12月4號開始 又要有一個叫做 警惕王牌的一個軍演 12月4號 12月4號到8號 警惕王牌 除了他原來的三艘航空母艦 在這邊之外 手無式的 三個航空母艦還沒走 還沒走 還不只如此 第一次就有6架的F-22 12架的F-35 還有B2 要叫做是 踹門掃蕩 斬首的三位一體的一個作戰 什麼叫做踹門掃蕩 F-22是美國最強的 空中的一個戰鬥機 它的目的就是 我打出去之後 我要徹底的取得完全的空優 所以任何對空優有威脅的東西 F-22都可以徹底的完成 它的戰鬥能力 纏鬥能力 你的雷達 你的導彈 我全部把你毀掉 對 因為它上面 除了火神快炮之外 保潔它有8枚的空對空的飛彈 12枚的空對地的飛彈 所以打出去之後 而且它的纏鬥能力 跟F-16實戰的話 是F-16的2.4到4倍 所以它是最好的一個空優飛機 去了以後 把你空中的所有威脅 從不見面之後 F-35開始做地面的掃蕩 所以是兩個是搭配在一起的 所以這兩個飛機 過去從來沒有聯合作戰 這次還做了一個協同練習 這是協同的一個搭配 所以他們兩架飛機同時出動 對美軍來講 這個就是我要快速的 把你車體掃蕩掉 然後關島這邊的B1 B2 一飛過來之後 就是可以直接投專地炸彈 然後就是你金正恩 躲在哪個地道裡面 哪個地洞裡面 我照樣把你給夾下去 這個叫做三位一體的 踹門掃蕩漢斬首 要三位一體的警惕王牌 難怪現在習近平這麼緊張 難怪習近平現在用 七十一集團軍 七十八集團軍 原來現在他真正的敵人 不是金正恩 不是金小胖 而是川普 你想想看 如果你真的任由美國長驅直入 攻進北韓 佔領北韓 拿下了平壤 那整個平壤 整個北韓就是美國的 所以中國一定要趁 美國動作之前 我要先佔領先攻下 我才有辦法掌握北韓的主導權 這才是這個戰爭的背後 是的 這戰爭的背後 而且保險 習近平的緊張 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他看到 美國 因為如果說你只是要打掉北韓 對不對 你F-22 F-35 就回回去了 結果沒有 美國說他要把這兩架飛機 常駐在西太平洋 而且已經在11號的時候 快速的立刻整建了一個 他們將來要常駐的一個基地 而這個基地很特別 保險 你知道在哪裡嗎 實際上它不是在日本 不是在韓國 它是在沖繩這一邊 然後沖繩這邊 它就是這個叫做伊江島 這邊一個伊江飛行場 那本來呢 所以這個是沖繩 這個沖繩的加首納基地 沖繩加首納基地 上面的伊江島飛行場 對 伊江島本來是它 一個美軍的一個炸射場 就從11月14日開始 美軍運來了快速的水泥 快乾的水泥 高強度的水泥 立刻撲下去之後 將來是F-35可以在起降的 一個基地 一個機場 將來要排兩個隊的 兩個中隊的F-35 F-22 常駐在伊江島這一邊 現在在蓋跑道 現在已經蓋了 而且是快速水泥 快乾水泥 立刻把它改完了 然後F-35 F-22就加在這邊 而且保健人員看了以後 才嚇到一跳 小小一個沖繩島 它的美軍的布局 是這麼的多又密的 你看這邊是浦天堅 這邊是加首納 然後這些點是其他的陸軍的 這個是美軍在沖繩這邊的 一個彈藥庫 現在還要蓋一個新的 那個叫做提野谷 這邊還要再蓋一個新的空軍基地 而且在宮古島 在石環島 在九米島 在那個釣魚台附近的 還有岩梅島 你看這些島都這麼小 它硬硬生生的 就給你做個跑道 專程的就是飛機要停的 那為什麼美國要這個時候做呢 因為美國也感到了 習近平的威脅了 在前一陣子 十九大一結束之後 習近平派了他的轟六 叫做電戰機 殲三十空中加油機 直接從陝西 飛到了宮古島 三千公里 代表什麼意義 我中國已經有能力長城作戰了 而成果能夠飛三千公里 飛到宮古島 如果從浙江福建出去的話 那你的關道也隨時可以打到 而你的進出口 就是沖繩這一邊 所以美軍處理完北韓之後 就把他的軍隊放在沖繩這裡 好 那謝平 央視現在公布了一個 非常特別的畫面 是從來沒有公布過 也就是他們的地下長城 過去是二炮部隊 現在是火箭軍 你從這個地下長城可以看出來說 裡面有五千公里 這麼樣的長 而且全部都是鋼筋水泥 央視最近播了太行山 和長城內部的影片 震驚了世界 不是 中共有很多地下刀 為什麼這個會震驚世界呢 因為這是1995年開挖的 是全世界最長的最神秘的 中共最高機密 裡面人家完全不知道 這次一知道大吃一驚 他有多生命的 第一個 他五千公里對不對 他寒瓜的甘肅 山西跟陝西 第一個 他在秦嶺有一個供電 什麼叫供電 就最大的核彈儲存庫 在裡面 他有核彈儲存庫 對 核彈儲存庫 第二個 他是讓老美不能封鎖他 不能封鎖他 所以他的核彈在這五千公里裡面 要能夠運送自如 那運核彈有什麼了不起的 核彈加上火箭 你曉得有多大的體積 多大的體積 非常非常大的體積 我跟問你 這麼大的體積 你運彈運艦的 它裡面有火車 對 有卡車 你在裡面運的時候 你不是一個直線的行進來 在太行山裡面 第一件事情 你要轉彎嗎 你要依山四而走 沒有說是山全部直線的 你在裡面轉彎回轉繞的時候 你要有多大的空間 你要很大的旋轉半徑 不但有旋轉半徑 還有第三個 你到定點之後 你把那個發射井一打開 你整個火箭立起來 你想要幾層樓的高度嗎 去估計最少80公尺的高度 80公尺的高度 你才有個真的 20層樓了 對 你才有一個飛彈的發射井 你能夠把火箭跟核彈發射出去 好 那而且它有的不是用發射井的 它是用外來這個發射機 它在10分鐘之內就可以發射 所以做第二級打擊 因此它的洞口 絕對不能被你美國人衛星看到 我告訴你 火箭軍有一次實兵演練 把美國人嚇到 為什麼 因為火箭軍實兵演練 讓美國人啪叫建立衛星都來看 演練過程中 千人擺車瞬間不見 讓美國人大吃一驚 所以美國人就一直要研究 這裡面 他們也算過他們的工程 1995年才挖 你知道太行山是什麼岩石 花崗岩 很硬耶 非常硬 當然因為它挑花崗岩 就是你美國的炸彈是炸不進去 它的主峰3667公尺 這麼高你也抓不通 那麼在裡面 你要挖這麼大的迴旋半徑 可以讓火車跟火卡車 運送這麼大的火箭跟導彈 在裡面是可以迴旋的 那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個動作 先講到了慈禧西逃 而慈禧西逃以後 回來的陣仗是這個樣子的 對 寶傑我們講說慈禧 當時八國聯軍打進北京的時候 他不是逃到西安嗎 對 逃到西安住了一年多 他說好不容易八國聯軍 簽了薪酬條約 賠了四億五千萬兩 可以回來八國聯軍打印撤金 要回來 那你想慈禧要回來 一個逃亡的一個老佛爺 要回來應該是很黯然神傷 應該是很低調 非常尷尬 對 很慚愧 要下最幾哨的情況 但其實不是 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 保留了當時慈禧回軟的一些照片 第一次公布的 對 公布出來 你看 陣仗非常的驚人 他一點慚愧之情都沒有 一點黯然神傷都沒有 我在西安苦了一年半 我終於要回來 你看他一回來那個陣仗 你看這一張 這個已經設在那個 已經快到北京城了 到北京城 你看 還沒到北京城 就兩行人在排列 對 兩行 排列了相當整齊 旁邊這個你如果仔細看 是跪著的 跪著的 對 王公大臣這樣跪 跪在那邊迎接他回來 天啊 你知道 1902年的1月10號 他從西安起駕 老婆也起駕 要回軟的時候 當時帶了多少 對 當時他這邊有一個紀錄 用24面黃農旗開路 那個王家的氣勢出來 24面黃農旗 你知道他出逃的時候 很倉皇囊備 回來 還偷偷摸摸 對 24面黃農旗開路 一千個祭兵 在做全島 還押了三千輛的黃金珠寶 什麼衣服的車 三千輛一起回京 那因為他當時西桃的時候 很多王公貴族公主 全部都跟著往西安走 對 大家知道老婆也在西安 全部往西安走 所以後來王公大臣 知道老婆也要起駕 就跪在西安那個城 西安那個 也是跪著 也全部跪著 恭送老婆也 他這樣一路一路回來 你可以看 這邊吃在哪裡 吃在北京鎮陽樓 這一張照片 你看 北京鎮陽樓這邊 本來有兩個叫劍樓 工劍的劍 劍樓 劍樓拆掉了 拆掉 搭這個架子幹什麼 做排樓 歡迎老婆也回京 那種 對 改成劍樓 你看底下的 你也是這樣密密麻麻的 再供應老婆也回京 另外他走的 你看他西桃的時候 走的是什麼 是那個省武門 就最北邊那個門 那個門平常 黃家是不走那個門 那個門是平常有太監公女 公女如果有家人一連來 會客一次 就是在神武門那邊 公女會把銀子拿去神武門那邊 給他家裡的人帶回去 黃家是不走的 黃家不走神武門 他走神武門出逃了 沒有人想到會走神武門 對 但回來你看這種架式 這個是哪裡 大清門 大清門 明朝叫大明門 大清朝叫大清門 你看回來也是這樣 浩浩浩浩浩浩 讓八人大叫慢慢慢慢進去 兩旁也是這樣子 五步一缸 三步一哨 你看這邊就很清楚 你看都跪著有沒有 這些兵 兵還跪著 對 跪在地上 中間還有走 中間走轎子 旁邊是跪著 三步一缸 五步一哨 這樣跪在那邊 讓他進大清門 大清門進去就天安門 你知道他回來陣仗 擺得真的十足 但寶傑我們想 你如果想到說他出逃的時候 那種狼狽樣子 怎麼跟現在回來的時候 這種情景去對比 出逃很狼狽嗎 對 他出逃的時候 我們知道 1901 8月14號 他幫我聯軍打進北京 攻下北京 8月15號他就出逃 出逃他是穿著鄉下老太婆 那個出逃的衣服 跑的 叫李嘉標籍護衛 也不敢叫鄭氏的那個 傳出逃 對 跟光希一樣 光希還戴一個小斗 小斗利帽子 這樣假裝成 假扮成那個民間的人士 就這樣一路往西安逃 他逃到西安多久 逃了三天 就到西安 倉皇逃走 真的是倉皇逃走 剛才回來走了三個月 回來走三個月 回來走三個月 回來他是落到荷蘭 等於像我出巡一樣 轟轟光光 順便出巡一趟 他去其實走了三天而已 三天他當時多慘 坐在那個轎子 我們講行的部分 他坐轎子 那個轎子有一頂小轎子 轎子裡面有他的一些衣物 因為出逃的時候要換洗 風雨大的時候打 打到那個轎子裡面 那個衣服全部都撕掉了 沒有衣服可以換 沒有衣服 他後來逃到北京 第一天逃到西冠寺的時候 當時有淮萊縣的憲念 叫吳永來迎接 知道老婆也要來這邊住駕 結果去迎接他 淮萊縣的吳永後來寫了 因為根子吸收蟲毯 就寫慈熙 說慈熙當時很狼狽 狼狽到什麼程度 慈熙說我衣服都濕了 襪子都濕了 有沒有衣服可以讓我換 懷萊縣的憲定說 有 但是是死人的衣服 我家 我母親 我太太都過世了 如果老婆也不介意的話 就他們的衣服拿來讓你換 慈熙說 有可以換就好 什麼慘 當時很狼狽 等於穿死人衣服 什麼機會都沒有 慈熙住坡廟的時候 晚上那個康 以前比方叫康 那個床很硬 沒有墊背什麼都沒有 他們那個水警人員 就是說把老婆也那個 那個轎子裡面那個臂子 拿出來鋪 還是太硬 他沒辦法睡 結果光繫兩個就坐在一條本陣上 背靠背 睡著 睡到天亮 他一夜幾乎很難免 當時這樣弄了 他說那個晚上那個 看上那個枕頭 他本來想實在沒辦法躺一下 那個枕頭是油油膩膩的 沒有辦法 上廁所 上廁所 他要上廁所的時候 滿地都是那個以前古代 那樣廁所 那個漆 曲鬚還有那個什麼奈蛤蟆 在那邊爬 然後臉上就蒼蠅在那邊 那他怎麼感覺 對 沒辦法要上廁所 要不怎麼辦 所以他就這樣 一路一路真的真的是 狼狽倉狂 偶爾苦不堪言 後來你知道 懷來卸定說 那老婆爺你想吃什麼 他說你如果可以幫我要個雞蛋 來給我吃 我就非常高興 結果懷來卸定準備了五顆雞蛋 一口氣吃了三顆雞蛋 光繫跟農譽 一人各吃一個 你知道 有雞蛋可以吃 他已經高興成這樣子 他後來 然後沿途他都吃那個黑饅頭 黑饅頭跟玉米 結果你知道 那個懷來卸定無用 就是因為幫他準備了五顆雞蛋 煮了一碗利豆粥 從正四品 正七品 升到正四品 直接跳級 好 從下 觀眾都以為說中國跟北還是血盟關係 這個變 關係不會變的 可是看習近平現在步步相逼 似乎真的會出現大變化 而且你現在可以感覺一個是 現在中國跟北國 似乎都玩一個弱雞遊戲 比一個比賽速度的遊戲 這要看 如果戰事發生出現大變化的話 誰第一個衝到屏繞 反正習近平對於金正恩真的是火大了 火大之後決定了 徹底的一次斬斷跟金正恩的所有關係 所以過去的時候 中國 習近平真的火大了 真的非常火了 所以他過去的時候 中國還向北海買無煙煤 買鐵礦石買鉗 現在習近平說我可以不要 我不要你這些東西 而且我給你的天然氣 給你的石油 給你的大米 給你的花生 統統的把你給斷掉 全停了 全停了 甚至於在丹東那邊 幾個大戶專門負責走私的 習近平還把那些公司給關了 人給抓了 連你走私的路 我都把你直接的斷絕掉了 以前中國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就算國際社會壓力有多大 我都不處理 現在處理了 而且還不只如此 銀行的金融 那個錢我也給你操了 所以現在連金正恩的 他38號市裡面 錢也進不來了 錢都沒了 斷你競賣 斷你競賣之後 而且更直接的物流 切體的給你斷掉 所以北京到平朗的韓線 給你停了 然後壓力江大橋下令 重新要整修 也給你斷掉了 等於說北韓70%的物資 從壓力江大橋這邊過來的 如果你把這個中朝有一條斷了 我70%的物資是進不來的 所以就是讓你金正恩 徹底的把你給困死 還不但如此 甚至於是丹東北韓那邊 還賺外匯 還有一些北韓餐廳 裡面有些女服務生 你知道習近平就下令 直接的給我滾回去 通常把你趕回去 餐廳把你給關掉 讓你金正恩叫做困仇神 把你困死在圍城裡面 他幹嘛這樣對待金正恩 因為他就覺得說 我只有逼你施壓 讓你北韓內部產生一個動亂 產生一個壓力 讓你們的人民 最後受不了 讓金正恩垮台 然後習近平才能夠出手 處理掉北韓的 所有的一切問題 可是過去都認為說 北韓是中國最好的緩衝區 有了北韓在以後 他是他日本 韓國跟美國 中間最好的緩衝地帶 少了金正恩怎麼辦 少了金正恩 可是其實習近平 還有一個真正的王牌 是長白山的正式的血統 金寒松 是在北京這邊 因為金正恩之前可能已經知道 金寒松經過了到處走來走去 又回到了北京 所以在10月底的時候 還派了兩個特務 要到北京去暗殺金寒松 所以金正恩也知道說 習近平已經有隨時可以取而代之的王牌 在手裡了 所以讓金正恩是越來越緊張了 所以你的意思說 現在中國跟北韓是隨時可能翻臉 而且現在更詭異的氣氛是 金正恩竟然不見了 有人講說金正恩只要不見 出來就會有大事發生 因為金正恩現在真的壓力非常的大 金正恩他的一個整個政權的來源就是槍桿子 所以他去了看部隊的時候 一定會帶一包每個人 一條魚 一包米 一個油 甚至還有其他的作料 當作我來慰勞你們 可是寶劍最近被拍到的是 他出去視察的時候 每個人只給你一包香菸 只剩下香菸 而且是北韓製的香菸 就是一人一包 其他什麼東西都沒有辦法給你了 而且另外他也希望說 多多的兵員越多越好 所以鼓勵生產 寶劍現在生產 你生到第三個小孩的時候 給了你只能給你117塊新台幣 作為獎勵 117塊新台幣到外面去 因為他現在已經被禁運了 連一包米你都買不起 然後其實他們的物資 已經少到已經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會看到的是 那些士兵從142公分 變成只有138公分 都可以當兵了 越來越矮 然後逃過去的 像北韓那個 北門店那個部隊裡面 裡面吃的都只能 剩下乾玉米了 可是甚至還被拍到照片 是說他們的上層的人 吃也吃不好 上層的人發明一種叫做人造肉 就是他們玉米剩下了炸油 剩下了玉米渣 把玉米渣弄一弄 然後上面澆點醬油 配個一鍋飯 他們連上層的人 這些層的人 都只能吃到這種東西了 而且我們看到 因為沒有米沒有糧沒有東西 現在逼得人民 必須要出海捕魚 而且金正恩這個時候的壓力 大的時候 好吧我這個物資都進不來 我糧食也送不出來 因為從2011年到現在為止 16年大旱 夏天的時候已經是顆粒無收 現在冬天又過來了 所以金正恩只有剩下最後一個辦法 靠海慈海 下令部隊美國進行演習 我們也要去演習 他下了命令叫做 冬季遇寒渡海魚貨 這叫做演習 就派一艘艘的出去 你就想辦法給我捕魚回來 所以最近在日本那邊 又出現了北韓幽靈船 在佐渡那邊 突然就拍了一個 飄過來一艘很破爛的船 那船殼都已經破了 是一個木船 上面有八具遺體 八具遺體甚至已經都爛成了 像白骨了 可是我們沒想過兩天 又派過來一個 才發現說現在 北韓已經沒東西吃了 派人民只有出去捕魚 但是天寒地鬥 現在已經是嚴冬了 連捕魚都捕不到 裡面人人都快翻掉了 好 方老師 我們看到這一次 美國進行軍演 非常特別是 首次F-35 F-22 同時出現 同時協同作戰 這兩款都是最貴的飛機 最好的飛機 很有不尋常的味道 所以說現在看起來 美國開始慢慢是玩真的了 因為這個F-35跟F-22 第一個 作戰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一個F-22是高 F-35是低 叫高低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F-22它取代F-15 所以F-15的性能 F-22基本上都要有 再來F-35的性能 取代F-16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呢 F-22是重型的 F-15是重型的 F-16是輕型的 第四個價錢來講 價錢差很遠 F-22到目前來講 目前 3億5000萬美金一架 就100億台幣了 對 F-35呢 對不起 到目前為止 原來是8000萬 現在已經高升到 9800萬美金一架 那第五個呢 任務來講 F-22是空中作戰 空中作戰 空中的一個大平台 各種飛彈和武器都具備 F-35呢 主要是支援地面部隊 對地面強行的攻擊 所以說陸戰隊很喜歡這個飛機 第六個呢 保健你看那個照片 F-22 右邊 兩台發動機 F-35左邊 一台發動機 那第七個呢 就有意思了 F-22很大的一個作戰特性 它在超音速下 可以發射飛彈 對不起 F-35沒這個 它可以在超音速發飛彈 所以它3億5000萬 是有它的代價的 速度來講呢 F-22的速度 也比F-35要快 那再來呢 對不起 F-22呢 這這麼好的性能對不對 當然耗油量要大一點了 所以耗油量呢 比比較費錢的 F-22好像這個B&W Benz 然後這個F-35呢 耗油量比較小 好像那個Toyota一樣 那最後一個就是跑道 F-22跑道比較長 那F-35保健知道 ABC型 最好的它可以垂直起降 所以就這十個性能 比較F-22跟F-35 所以美國在作戰的時候 保健你還有它的數量 很有學問 多少架F-22配F-35 多少架配F-22 所以表示美國 這次是玩真的了 郭老師你已經說 今天F-22 一架要100億的台幣 而且它非常的耗油 而且它上跟下之後 它花大量的時間 大量的金錢 來進行維修 所以我今天是真的 動到了F-22 那就不是開玩笑的了 對 表示美國這是玩真的了 好 那方老師 另外一個就是 除了F-22 F-35 現在它居然 美國有一個最神秘的武器 SR-71 聽說這個是最恐怖的飛機 對 這個XR-71 我們來看一下 這叫做黑鳥之子 SR-72 你看 Locky Martin SR-72 這下一代的 我們先來看個影片 你就很清楚 XR-72 是什麼樣的飛機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 這是Business的 這個相關的雜誌上面 做了一個影片 最近出來的介紹 SR-72 你看 Everything we know about Metrius SR-72 所有關於它的神秘點 在這裡面都會提到一點 很短 我們來看看 好 現在就是說 這是SR-71 SR-72 是SR-71的後續版 這個就是SR-71 到目前為止 全世界最快的飛機 可以到達3.3馬克 可以這麼快 對 然後1960年代 就開始建造 在這個基本款來講 它在可以超過 就3.3馬克 而且它的速度 你可以看 它兩個傾斜的 傾斜大概15度 為什麼 防止它Rolling Moment 1998年 對不起 除役了 等一下我會講 除役有好幾個原因 SR-72 對不起 2013年 宣布Skunk 湊油工廠 開始運作 現在已經做了初步設計 應該是快完成了 好 這個飛機 對不起是6馬克 原來是3馬克 對不對 它現在是6馬克 6馬克 6馬一倍 而且還可以執行它的偵查任務 這是無人機吧 對 無人機 對 SR-72 人根本受不了 SR-72 對 它一個小時 看到沒有 One hour 一個小時 世界各地 只要到哪裡 一個小時之內就可以到 所以說 很多謠言最近滿天飛 針對這個謠言 所以我就放這個影片 所以說 這個看到沒有 無人的飛機 在湊油工廠 現在已經開始動工 同時SR-72的最早的試飛 也已經開始 最快最快 2020年它可以成軍 如果一些順利的話 基本上來講 那麼這個全世界最快的飛機 就會在天上飛了 那它的火力很強大嗎 對 它的火力基本上就是 比SR-71還要更好更強 保健 這邊看 保健你看 這兩個翅膀 這SR-71 SR-71 這是最大的特點在 因為它是3.3馬克 所以它是超音速 超音速下 飛機本身會出現很多不穩定的現象 尤其它Rolling Moment 就是它會滾轉 一滾轉 對不起就下去了 請斜的看到沒有 保健 這是斜的 針對這個它最好的設計 15度 斜15度 垂直請15度 這樣的話 就防止它在超音速下 還能夠平穩的飛行 同時做它偵查的任務 好 下面換我 直接你的 所以說你看 我這邊講SR-71的前四 就是S-2 S-2它原來不是接58引擎的 結果推力一直到不了3馬赫 好不容易換了 接58了 到了3馬赫 但是呢 它逆中的特性呢 雖然保健你看 它那個飛機 我剛剛講了 它雖然不具備 實際上它不具備 逆中的特性 在雷達面上 你看它這麼大 雷達面上不只有它 還有這兩個東西 所以它不是很逆中 但是它又是第一代的逆中 因為它考慮很多逆中的設計 穩定跟逆中的設計 第一代就是氣動力的逆中 跟結構的逆中 但是它不具備雷達的逆中 好 你看這套家族譜 32架 對不起 32架裡面12架 是已經出事的 只有20架 但是呢保健 為什麼時到今日 這麼好的飛機停了呢 為什麼 你看第一個 它創了世界最高的紀錄 25公里的高的飛機 還沒有過 第二個呢 3.35馬赫 飛機上可以看到地球的弧度 但是為什麼停掉呢 剛剛我們講的這個F35跟F35 它比那還要貴 一架10億到20億怎麼樣 不是台幣喔 美金喔 一架喔 10億到20億美金 所以才只做了32架 那再來呢 SR71需要有巨大的耗油量 還有這邊有個小故事 我必須要講 SR71號 因為它設計的關係 它的油不能完全加滿 加了一部分油 起飛幾秒鐘以後 空中加油 所以它機動性很差 所以說它要消耗大量的油 同時它油加的時候 它要配合超音速飛行 一開始在次音速下 它還會漏點油 到了超音速下 它那個熱的特性 它85%是鈦馬 它慢慢慢慢 底上又合起來 讓你這個高空高速飛行 飛得很順利 所以這就是它的 也是一個缺點 所以大量的耗油量 好 所以說 加上這幾個特性 所以說 SR71會被淘汰 蓄而代之 就是它的兒子 SR72 好 那算下 現在中國跟美國 似乎有一場 時間競賽 如果真的發生狀況 兩邊都準備好 誰先抵達平擾 美國史無前例的F22和F35 6架F22 12架的F35 準備要在空中 快速地把金針給徹底解決掉 一個在上面掌握徹底公憂 另外一個在下面 F35 把地面上的所有反制 全部掃除 然後後來有B1B B2 隨時有專地大戰 可以打下來 對習近平來講 我怎麼可以讓你壓力 這樣旁邊 是美國的勢力 所以他也準備了 中共最強大的兩個集團群 要在24小時之內 直接奔進平朗 兩個最大集團群 直接把整個北韓給佔領下來 然後扶植他的一個 輕散的一個勢力 是什麼樣 所以他現在在克慶 就在松鳥平原的西部 然後保健那邊非常的冷 零下負17度 那邊的氣候環境 正跟現在的北韓 是一模一樣的 把軍隊直接的送過去之後 你要適應 你要在演習 在這麼冰冷的狀況下 你會開槍 你會開機關槍 你的坦克車能走 做一個極寒的勝利 叫做沿海2017 可是最重要是 這支部隊的一個目的是什麼 它叫做千里投送 所以保健他呢 是到時候是 直接的散兵先行 空降部隊之後 佔領機場 立刻運輸機 把他的99坦克 直接運過去 而99坦克車下去之後 把這個陣地固下來之後 是他的電戰車 直接的送下去 而這電戰車是怎麼 強烈的電波 一直掃一直掃的時候 把整個北韓的通訊設備 無線電通通的癱瘓掉 所以這時候 你金正恩雖然號稱 有200萬的特種部隊 可是你們彼此之間 完全的失聯了 完全的不能聯繫 就可以被中共一一擊破 而這一一擊破是什麼 所以他78星的演習 就是千里投送 然後直接的 我就在冰天選地裡面 立刻用電戰系統 把周圍的部隊 給癱瘓掉 接下來他在 渤海灣那邊的 71級專機 正在軍演 而這次的軍演是什麼 他們的軍演就是 24小時不間斷的攻擊 連韓昼夜都要 我連昼夜都要 持續地攻擊 他們的下一個命令就是 我到達任何一個集結點之後 一小時之內 出發到你所有的 設定的陣地 而到陣地之後 下了一個演練是 10分鐘你就到達陣地 然後陣地之後 10分鐘你要開出第一炮 然後就密集的炮火攻擊 所以你看到沒有 現在這是71軍的一個軍演 10分鐘到達陣地之後 所有的炮火就騎射 而騎射之後 還要求的是夜戰 要特別強調夜間都不堅鐵 因為夜戰是最難的 他的意思就是 整個高時候 78軍整個北韓佔領下來 71軍過去徹底的殲滅 然後金韓中就從北京 送到平朗過去了 好 那是 我能想像說 現在在日本 竟然有一個北韓學校 而這個北韓學校的學生 竟然還完全對北韓效忠 對 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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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現在好緊張 為什麼 現在日本持續連續幾天 撤到不尋常的電波 什麼叫不尋常電波 不尋常電波代表 第一個 北韓要準備發射飛彈了 第二個 北韓要準備核四爆了 就在這個緊張的時候 北韓軍方宣布了 我們要做第七次核四爆 哇 第六次核四爆曾經 引起規模6.3的地震 而且他講說 他是把旁邊的學校 都給震垮了 很多學生都死在教室裡面了 對 他現在還搞這個東西 而且 金正恩最近又不見了 更加深了 他可能射飛彈 核四爆的傳聞 日本人緊張什麼 他怕金正恩豁出去 我這次射飛彈 真的找個實際的目標 去打一下 天下大亂 形勢大好 對 你川普一直驚嚇我吧 我先給你 先下手圍牆 所以日本人現在好緊張 但是 東京有一所學校 完全不緊張 而且歡聲雷動 北韓的學校 對 這所學校我告訴你 多覺 老師在課堂上說 我們最敬愛的人 是金正恩 下面學人就說 金正恩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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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呢 美術課畫 金正恩的圖像 音樂課唱 金正恩送 在日本有這樣的學校 如果你在北韓 你在高壓統治下 你被監視 你可能做這個動作 你在日本幹嘛這個樣子 因為1953年兩韓分裂之後 這群北韓人留在東京 回不去了 他們就成立一個東京學校 注意 這個北韓 朝鮮學校 住宿 全部要住宿 管制的 都是北韓人 第二個 全部用北韓的教材 第三個 他們資金 接受北韓的資助 好 當然 因為他是學校 日本交易廳要給他一點經費 你看一看 日本人火了 這是從2006年的教育經費 一直往下降 日本人不給錢 當然 我幹嘛給你錢 第二個 禮拜六禮拜天 這些學校學生 如果你穿制服出去 會被日本人欺負 因為日本受不了 真的 你在我日本高喊金正恩萬歲 那金正恩要打飛彈給我們 對 打飛彈給我們 所以這個是日本最特殊的一個學校 在國共的抗戰歷史帳面 有一個神秘的謎團 戴笠 戴笠死在戴笠山 可是這麼巧 所以有人講說 他是被中共的特務 在上面做了手腳 有人講他自殺 有各種各種說法 現在最新的說法 竟然說他找錯司機 找錯駕駛了 對 保健 你知道戴笠這個人 美國克萊爾斯雜誌 在評定說1930年代 跟1940年代 亞洲最神秘的人物 戴笠 真的假的 亞洲最神秘的人 他當然包括中國 他最神秘的人物 那因為他太神秘 所以他死亡的時候 1946 3月17 在南京代山飛機 是墜下來 從來沒有一個歷史人物 像他死亡之謎 這麼多了 一堆一堆中共康生 情報處處長康生下手的 因為周恩來說 戴笠死了以後 中國那個革命 可以減短10年 對 蔣介石說他如果戴笠不死 可以當時搞不好 就不用撤退他到台灣來 是 江山不會丟掉 對 你看這樣的一個人物 所以他的死因 有很多的講法 甚至有人講說 是宋美寧下手了 因為戴笠曾經想殺宋慶林 真的假的 對 宋美寧不爽 也有人這種講法 那陳詹 陳詹直接了當去講 說是中共的影子 首身在這裡面 很多的這種講法 有人講馬漢山 跟川島方直那件事 為了九龍保健 馬漢山用定時炸彈把他炸死 在飛機場 那其實最近有一個人 就伊富恩 伊富恩 伊富恩中將 你知道伊富恩是蔣介石 蔣介石那個到台灣 撤退到台灣以後 他開了十幾年蔣介石的專機 專機 那這個人在1946代曆過世人當時 代曆空難當時 他其實是中國空運隊的隊長 空運隊隊長 他其實在分析說 代曆的死其實是一種烏龍事件 什麼叫烏龍事件 你們這邊講什麼陰謀論 都不用講 其實跟一個人有關 叫馮慶忠 馮慶忠 伊富恩當時代曆飛機 飛到南京代山上空失事 不見了 信號不見了 失事呢 南京也沒有 機場也迎接不到人 伊富恩就打電話到北平去 找那個北平航空隊 說那個駕駛是誰 問這個代曆那個駕駛是誰 結果對方跟他講說 是馮慶忠 因為當時說代曆這是一號人物 你要他飛機要專機 要飛行的時候 要找一個老經驗的 要駕駛資格比較老的 來開比較安全 結果就找了馮慶忠 那馮慶忠是誰 馮慶忠是當時在早期 在廣東航校畢業的 一個真的是空軍裡面的老前輩 老前輩 他當時駕駛的就是這家回機 叫DC47 每次DC47 編號 飛在南京上空 結果伊富恩一聽到這個 馮慶忠這個名字 心裡就要大家 就講了一聲完了 為什麼 為什麼 他是老前輩 他是老前輩 但問題馮慶忠這個人 他在廣東航校的時候 學的是什麼 學的是日本那種飛行技術 受訓的時候 但這架飛機是很新的 這架是美軍DC47的 他裡面所有的儀表板 都是美製的 當時馮慶忠在受訓的時候 沒有受過這種儀表板的判讀 研讀訓練 所以他飛機上空 如果天氣好的時候 無所謂 天氣好的時候 你目視飛行 加上一點 你簡短的一些經驗 沒問題 但問題是 當時到南京上空的時候 那個我們知道 南京上空是烏雲密布 大雨清盆 所以你沒有辦法靠目視飛行 而且你要穿雲而降 穿過雲層下降下來 所以你這種東西 你必須靠很多的儀表板 跟那個無線電通訊的設備 跟那個塔台去做一種連續 結果這個 在馮慶忠 他在考試的時候 考這種新式駕駛不到60分 他資格很老 但問題他對美式的飛機 所了解的有限 所以他在駕駛這座飛機的 這架飛機的時候 他是幾乎是一種 他們講說你是在盲飛狀態 在天氣不好的時候 你就是盲飛狀態 所以一文大叫一聲說不好 完蛋了 果然這架飛機 後來就在代三出世 所以有人講說 這其實是駕駛員選擇的一種錯誤 這根本就是一種烏龍事件 前面所有陰謀倫都不是 那你為什麼還說 還有另外更詭異的說法 另外還有更詭異的說法 是跟這個人有關 叫金銅一枝花 叫陳華 陳華 你知道這個女孩子在13歲的時候 他成績家庭不好 所以去當廚祭 當廚祭 16歲的時候認識一個人 叫楊虎 上海特工處處長 楊虎 警備司令 上海警備司令 他跟楊虎在一起 後來他一看 看到代曆這個人不可限量 代曆在1936當時在主復興社 就是軍統局的前身 後來他看到代曆這個人搖搖 胡搖直上 他去找代曆 後來跟代曆兩個人在一起 叫金銅一枝花 代曆一直講說華媚華媚 我一半江山身你幫我打出來 他是很美麗 而且是一個很極謹聰明的一個女人 代曆手下有九大殺手 裡面有一個叫劉毅欽 他介紹過去 他介紹兩個殺手給代曆 結果代曆一中用 果然真的是殺手劫 劉毅欽曾經刺殺過誰 汪金衛的外交部長陳露 陳露出門的時候保鏢特工一大堆 他介紹劉毅欽把他殺掉了 所以後來他跟代曆一直都非常好 那就一直胡搖直上 後來到1946代曆死的時候 陳露曾經講過一句話 因為他在上海這邊等代曆到達的時候 他要去接機 一直接不到 一直接不到 他當時就打電話給上海一個 統一出軍會 上海統一出軍會的秘書長 叫王興恆 跟王興恆連絡說代曆飛機切實有過來 他說切實有過來 王興恆他說切實有過來 他說我接不到人 完了這架飛機摘下來 他已經講過這句話 他為什麼會知道摘下來 那後來就在研研 他當時代曆飛機 不是在南京上空掉下來 在代曆一個叫困雨溝 有人講說是命 代曆他叫雨農困雨溝 對 困雨溝 那你知道這個陳露當時 去了解代曆死因 因為代曆死的時候 那個腿已經斷掉了 手也不見了 那身體是燒成焦黑 他去認屍的時候 從哪裡看出來 代曆的六顆金牙屎 六顆金牙屎 認出來這個 這個焦屍就是代曆 但他從中間看到一點 說代曆死的時候 右手是擠出來 握著牽頭擠在上面 這代表什麼 他說他軍統局 他瞭解代曆這麼多年 他說代曆是自殺的 為什麼 有兩個因素 因為代曆4月 剛才講3月17 3月17在南京上宮掉下來 掉下來 之前前大概3月初 有在陳華家過夜 過夜 代曆曾經跟他講一句話 說老頭子不喜歡我 我就會要死 老頭子有講蔣介石 因為他講蔣介石一直猜忌他 他當時向蔣介石 想要做當海軍部長之類 結果他說老頭子不喜歡我 我要死 結果他用這句話判斷 然後加上他這個動作 右手舉高的動作 他說代曆在開槍過後 他一定會有一個動作 就會把右手握前擠起來 所以他認為代曆 帶槍上飛機的時候 因為蔣介石這句話刺激很深 這種名死之治就已經很濃了 所以他認為代曆這個動作 其實是他自殺以後 手才有辦法擠起來的一個動作 所以他最新的一講法 陳華爾的講法是 代曆其實自殺的 我們看這個 這個居然是一個潛水艇 而且居然是全世界下潛速度最快的 這個是由荷蘭的皇家海軍的技術 轉移到民間之後 做出了一個全世界下潛速度最快的 荷蘭海軍 荷蘭海軍 荷蘭是很會做潛水艇的 我們兩艘潛水艇把它做的 所以他們把它 因為海洋是最美麗 但是一般人最難到達的地方 所以他們現在有個人潛艇 這樣一個市場越來越夯 個人潛艇 就讓你一個人 直接開著潛水艇 就可以到深海裡面去 而這個速度有多快 因為他用的是荷蘭海軍的技術 所以他在海面浮的時候 一沉到100公尺的海底 只要3秒鐘 3秒鐘就可以直接的快速的過去 然後你就好像坐一個 水下的一個飛車一樣 你駕著這個快艇 直接就到了3秒鐘 就到了100公尺的海底 你就可以去看那個海底的美景 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它還是 你看前面它可以坐三個人 每個人要揹個氧氣筒 你在慢慢浮潛浮潛下去的時候 你沉到了300公尺的時候 100公尺的時候 你的氧氣筒恐怕已經不夠了 你就趕快上來 他們就說這樣子的話 在海裡面玩得不過癮 所以他們就特別設計了這樣一個東西 你一船直接移下去 到100公尺之後就定了下來 你就可以看看水裡面的大露棚 珊瑚礁裡面的生態 裡面的植物裡面的動物 特別特別看到 可是保鮮它有沒有一個更大特色是什麼 過去的時候我們做潛水艇 你會發現說 其實裡面的駕駛是很複雜的 很多開關 很多的狀況 好像像飛機的駕駛商一樣 可是他們現在最新的技術是 它下去之後 任何一個人只要你會開車 你就可以駕駛這艘潛水艇 會開車就可以了 會開車可以 因為他們特別打造的時候 你看每個人 我斷著氧氣桶 斷著氧氣罩下去之後加速 你前面就像開車一樣 駕駛方向盤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這樣開了下去 這樣子的話 它就是將來也會賣給更多的人 你要到海裡面去玩 你要載我這個潛水艇 你都可以去玩了 所以潛水艇的花樣居然這麼多 還不止如此 就因為現在已經流行的是一個 一般人都可以開的一個潛水艇 所以保健你看這個 是在加利福亞一家公司做出來的 它的用了一個強化玻璃 那個外面的玻璃 當然是一個增圓的 所以它也可以沉到 100公尺到200公尺之下 然後你看看它的一個介面盤 也是一樣是玻璃觸控的 也是你只要會開車 你就可以去駕駛 所以你可以慢慢的到海裡面去 你看到說在加州外海 曾經有過的沉船 你不用再看人家電視在那邊看了 你可以自己親自 所以我不需要學浮潛 我也不要學帶兩鏡頭 我會做這個就可以了 你做了這個就直接下去 你看它就直接下去 而且它是用了一個360度的視窗 你可以全部看得非常清楚 然後還不但如此 你看另外一個是 有很多人對於動物 海中的動物裡面 最羨慕的就是 他們那種快速的翻騰 像鯊魚 像海豚 可以衝出水面來 然後直接的翻滾 然後再直接的衝下去 我們只會看得非常驚訝 結果美國有一家公司 也做出了這樣的一個快艇 可以像鯊魚 它是一個整個產體 你那個外面是隨便你 你只要願意出 六萬五千元美元 你就有一艘 然後外殼就隨你打不到 你想要鯊魚 它就幫你做成鯊魚 你想要鯊魚 就幫你做成鯊魚 做成海豚就做成海豚 最重要是說 你進去之後 一樣的操作非常容易 你就可以一轉一轉 你在空中可以直接的像鯊魚 像虎勁一樣跳出來 空中翻兩圈 再彈了回去 然後在水中裡面 又非常平穩 因為它把它的動力 做了一個特別快的調整 所以美國現在就做了 這樣一個狀況 還有很多時候 連科學家都非常喜歡 在夏威夷這邊 因為有一個叫做Deep Flat 就是深深的一個飛行 它做的一個潛水艇 像飛機一樣 讓你感受在水裡面 你可以像開飛機一樣 然後非常的好操作 但最重要的是說 它還能夠去偵測 因為它在水裡面 你看它的動作是非常的靈活 順著那個流線 所以在水裡面 它不會驚擾到海裡的生物 因為海裡的生物 看到的時候 就好像BBC在拍那些 藍色星球的動物一樣 它也以為說 你只是某一個海中的生物 它不會想到是有人來靠近 不會做到驚擾 而且聲音是非常的低沉 很小聲嗎 很小聲 不會吵到人 這台是用來做什麼用 人類其實我們知道 鯨魚的聲音是很特殊的 過去的時候 Roma都能在很遠的地方 才能夠露到它 近的時候 鯨魚是很敏感的 立刻會逃 可是它呢 它可以露到鯨魚的聲音 它就悄悄的走到 你看等一下會出現兩隻鯨 兩隻鯨在那海床那邊 慢慢的游 然後可能是一個大的 一個小的母親帶著孩子 它就慢慢靠過去 而靠過去的時候 它的整個游動方式 跟一個整個的鯨魚 跟水中的生物一樣 兩隻鯨第一次看到 沒有受到任何的驚擾 他們還在互相的溝通 互相的聲音就聽到 它錄到了鯨魚那種 啪啪啪啪啪啪啪 彼此在溝通的聲音 所以鯨魚的聲音 也是透過這種個人潛水體 有史以來第一次被聽到了 可是這些個人潛水體 尤其都是潛水體 全世界最詭異最詭異的潛水體 是前蘇聯的叫啪啪潛水體 啪啪潛水體 啪啪潛水體 是真的讓美國海軍 有些航空母戰戰陸群 非常的害怕 是軍用的潛水體 軍用的潛水體 那個是整個蘇聯做過一個 全世界那叫做真正最快的潛水體 它是核子動力的 然後它的速度 它的時速在水裡面 深水400公尺 那阻力很大 它的時速是82.3公里 比一個坦克都還要快 很可怕 很可怕 所以它在上面 它在水裡面這邊走的速度 已經比現在美國最快的 自由號 獨立號 濱海戰鬥艦還要快 然後甚至於它比魚雷都要快 所以魚雷的速度 所以魚雷打它跑不 它就跑了 它在那個水裡面的速度是44節 魚雷是40節 所以魚雷是根本打不到它的 然後它最重要是說 它做的它是全部設計 全部是鈦合金 用鈦合金的原因是什麼 它可以做瘋狂一反 直接撞上來 但是後來為什麼出藝 因為它聲音太吵了 美軍雖然知道它一攻擊 沒有辦法 但是你來了 我們美國都知道 好 那西平 剛剛講到的動物界的一個奇觀 另外一個就是 魚雷在伊瓜蘇瀑布 你會覺得 它有一個非常奇怪的自殺動作 伊瓜蘇瀑布 全世界最美麗 水量最大的瀑布 尤其是這個馬蹄灣這個 是伊瓜蘇瀑布 最有名的 但是它有三個神秘的 藍解的謎 哪三個 第一個 它叫做魔鬼之吼 為什麼叫魔鬼之吼 它有時候會有魔鬼的吼音出現 魔鬼聲音 對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它叫做全世界唯一的月光彩虹 全世界彩虹都是白天的 陽光彩虹 它居然在晚上 晚上可以看到 月光彩虹 全世界只有它的地方 有月光彩虹 第三個 就是當地的大烏語院 居然全部 刺殺式的衝進瀑布裡面 這瀑布太大了 看完伊瓜蘇瀑布那流量多大 全部衝進去 死亡之衝 好 科學家覺得不可思議 就成立一個科考團來調查 一調查發覺 沒有死 全部都安然降落在 瀑布後面的岩壁上面 他們在岩壁瀑布後面築槽 對 我告訴你 結果他們一看 撒住了 你知道 萬頭磚洞 後面全都是大烏語院 好多好多 而且 他們為什麼這麼艱辛看 用爪子就這樣抓住 那個地非常潮濕的 他就這樣抓住 為什麼太辛苦 現在不明白了 你知道 他怎麼知道後面可以這樣住人 不是 住人的問題 他前面的叢林裡面 有全世界最多的鳥類在那邊 鳥類 為什麼你們 要到這麼辛苦的地方來煮蝶 第一個不能夠解釋 第二個 你看這個 保健看這個多好吃 簡直驚人 對不對 好 他們就說 可能是那裡蚊蟲多 因為你積水嘛 不對 他旁邊的叢林 是全世界蚊子最多的地方 有70多種蚊子 吃都吃不完 你為什麼在這邊 好 又科學家寫了研究報告 說第一個 這邊有鋸嘴鳥 鋸嘴鳥會吃鳥的 第二個這邊有蜥蜴 蜥蜴專門吃鳥蛋的 但是 鋸嘴鳥不只吃他們 別的鳥在那邊生存也要吃 蜥蜴也要吃別的鳥蛋 所以 這些一個一個理由 全部被推翻了 所以到今天 找不出來 雨驗 為什麼要穿過瀑布 然後在這麼辛苦的地方 竹槽的原因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原來他們是有特殊技能的 全世界別的鳥 做不到的 只有大屋雨驗 可以做到 他們有什麼特殊技能 他們全世界最好的飛行者 因為你知道 這瀑布雨量這麼大 水量這麼大對不對 這裡的氣流非常非常溫亂 他用超過170公里的速度 這樣急的輔衝下來 但他的速度這麼快 才不會被這邊氣流干擾到 當他輔衝下來之後 撞進水墓一定是死亡 所以他這邊緊急煞車 緊急煞車 還知道有煞車 煞車 居然可以在這裡煞車 煞車以後往上揚 往上揚 你知道他在幹什麼了 他找水墓比較薄弱的地方 你看 導播到這一張就知道了 這裡是比較厚的地方 這裡是比較薄的地方 他知道到裡面衝進去 對 他一定要先急衝 衝下來到這邊急停 然後在那邊停 導播你看 這裡是水比較少的地方 這裡比較多地方 他從這地方穿進去 還沒完 穿進去還是不能幸免 你看不到 他是鳥類裡面 可以左右擺動超過180度 他可以左右擺動 為什麼 擺動180度避免眼睛被水沖到 好 還沒完 你沖進去 就算眼睛不會沖到 你鳥毛會濕 濕了以後你就不能飛 它的鳥毛上面 居然全是油脂 羽毛上是油脂 羽毛上是油脂 因為是油脂 水見不到 水掉 所以在伊瓜蘇瀑布那邊看 它的不怕你水沖的 它上面都是油脂 所以查一下 世界上的鳥類奇觀 居然這個大無語言 沖伊瓜蘇瀑布 然後在伊瓜蘇瀑布 後面的岩壁上 竹槽成千上萬